菠萝长在树上还是地上 菠萝是凤梨科多年生长绿草本植物 在南方被称为底菠萝 菠萝是长在地上的 但是不是像萝卜一样埋入土里的 而是生长在枝叶的中间 美猪菠萝只在中心接触一个果实 菠萝是原产于中南美洲的热带水果 一般大多在我国南方地区种植培育 它是我们在生活中比较常见的水果之一 菠萝的花期很长 可以从夏季一直延续到冬季 菠萝的生长较为的特殊 是从荆叶顶部开花 花朵凋谢后才会结出果实 菠萝怎么管理 菠萝在种植后需要做好杂草的产除工作 将杂草清理干净 就可以预防病虫害的发生 需做好培土工作 可以延长菠萝的寿命 提高菠萝的产量 在菠萝成熟收获后 要将土壤进行翻耕 失足底肥 这样重新种植菠萝时 也可以提高菠萝的产量 在气温低或者降雨时 要用杂草盖住植株的顶部 以保护菠萝 但不能长时间的盖草 暖和的天气要及时去掉盖草 在冬季时 要将整株的叶片树在一起 起到防寒的作用 保护菠萝的新叶不受冻害 那是